現代人面臨空氣汙涼 環境滑爐夢敲標 各家上高齡結婚 高齡無用於五星 而且是軟超光臨 無悔白人是越來越多 以後不可以小的環節 只要太過怕排卵針 頂頂登記了點來幫助五星 若時間等所需要費用也儘管 現在有最新的研究 只要太過幾乎的療法 可以增加排卵後 提供五星的機會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現代人無用於五星的狀況是越來越多 以後若是環節想要五星 借當於可怕排卵針的療程 為長療程、短療程、危機量、 煞車療程、生長激素療程 頂頂一大堆的方法 但是好個都相當有寒 而且所需要費用更多 現在有一份研究 可以透過幾乎酒的療法 增加卵產男性荷爾蒙 可以增加緩債排卵收量 而且所需要費用更新很多 都知道雞尾酒 就是很多酒泡在一起很好喝 那雞尾酒療法就是說 我們把三種藥物讓病人去服藥或打針 而產生了一個療效 那這個雞尾酒療法 它可以三合一 就是男性荷爾蒙膠、口無藥、複乳納跟打針一起吸激 可以讓我們的病人從三顆多卵子增加到五顆 那因為它是三種藥合併在一起 很像你在喝雞尾酒、三合一雞尾酒療法 比如說有一個化狗來的病人 他在化狗去完兩顆 使用這點藥物之後一個月 他變成七顆 還有一個卵巢功能很低 MH0.05 倒是人家都叫他戒卵 結果我們醫院是讓他一顆變三顆 所以效果還不錯 我剛才講的那兩個案例 目前都在化癮當中 除了尖嘎排卵量極瓜 這種療法也能協助卵材功能 更加緩價卵子成熟度 如果說卵子發育不安全 或者是說不容易成熟 那因為我們的卵巢 讓它這個效果 是讓他卵巢的男性荷膜 聚增 有點像你把卵巢 推到胡瓜的女兒小的那個角色 那個東陽性卵巢 那這樣他的卵子是會增加 他的成熟度會增加 所以我們的 周菜的數據成熟度 也是大概八成左右 塑精力也是六成七左右 所以就各種科學數據統計來講 臨床上我們自己的data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用 目前這種療法的方法已經在年會中發表 對不容易有新的患者來說 總是一項好因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 蔡宏報道 極臨庙 直接揻輪 啰啰啰